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结婚不生小孩子 对这个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为什么呢 这个社会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都生女 生两胎还罚款 还有惩罚 还有上完结瓦对不对 现在无限的生都可以 现在就是说你没有结婚 你叫生都都认可你 本来就是这样 人生命就是真正生命对不对 这个人有多种选择 比如说你也可以生三个五个 你一个生也可以 这个不生有各种原因 一个是生理的原因 一个是各种家里 比如说我现在年轻人 他没有结婚的纯利 为什么呢 他没有收入 没有住房 现在这个社会 什么彩礼也好 什么住房 首先要这要那的 这个东西别人达不到 这个标准对不对 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所以很多年轻人 他都结不了婚 又主观又客观 都能说 关键是社会进化 是这样的 过去为什么 养儿房哪里 农根时代 他这个范围就这么一点点 半径活动就实际的范围 他就走个星期 没别的活动 那个时候人也少 社会也没有这么好的景观 又没有这么交通发达 你想到他去 你去不了 你去那你干嘛 都是和你下火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说你用电都 很紧张的 叫你生三胎的吧 二胎放开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 私益率就是负增长 就是说美国一千多万 接着几百万现在 按照这个 现在的人口 这种比例的话 按照我们的观念 你说中国是 跟美国一样的 三亿人口 他生活得非常好 我们十四亿人 三亿人生活得不好 你生活多 也不能用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生呢 我受罪了 还下一代 还是 那何必生干嘛 你优化人口 优化质量 这才是正义 你活在生的干嘛 你生的多多的 自己 别跟说儿子某苦 然后你自己都生存很困难 比起中国 现在你看 每年一千万的大学生 就业都很困难 那些卫专家 还说什么延迟退休 那这个仿华 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嘛 干什么呢 年轻人这么多 他的那个创造力 爆发力 比你一样 要多吃费个别的那些专家 将军论平这些老人家 那是特殊贡献的人 一般的专家算什么 都是为专家 都是买过来的假的 那些专家 那个就是说 有真干 实在的 别个不享受 那些要待遇的人 都是为专家假的 你真正的是专家 他是为社会 为科学服务的 为世界服务的 他不是说 我会精简服务的 但是大部分是 不合格的 一部分比的话 有个千分之五 就很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